我这个车应该是改装过的 在跑前问题不大 这游戏的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啊 老传统了 即便这代支持了光线追踪 后视镜还是流媒体 我的排名好像更靠后了 这个所向披靡的话难度还是挺高的 刚才应该倒转的 反正跑得很烂 我靠最后一名了 被光速打脸了 我把难度给改回了老手 现在玩起来就轻松多了 因为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玩了 就算每天都玩 所向披靡我多半也跑不过了 因为这个NPC 基本就是一个作弊的状态 你只要在他后面 你就永远都追不上他 把NPC过弯的时候会直接飞出去 也不会减速 这个游戏的这个NPC一开始就被吐槽啊 然后 对吧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改观的 总的来说 制作组要么压根就没有在意这些问题 要么就 他们不知道有这些问题 我觉得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更高一点 毕竟这游戏刚发布的时候 那个bug列表 哇 真的是惊到我了 如果要打印到A4纸上面 至少得打印个 十多页 巨多无比 我就没见过那么多的bug 然后到现在 它依然有些bug 比如说这个 报线存 8G显存 2K分辨率是不能开到最高的 你必须得降花质 然后 这个SSAO开了以后 会导致地面有横向的条纹 我现在是关闭SSAO的 而且开了SSAO以后 有些地方会非常非常非常黑 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那SSAO这个问题是 有的时候它会修复 有的时候它又会出现 所以我干脆就不看这个制作组心情了 我直接给它关了 OK 第一场结束 好的 来到了这个第二场比赛 所以直接就来到了第二辆车 直接用这个阿波罗 这样还是这个欢迎车包里的一辆 这车真的外观太犀利了 太帅了 我这边的车基本上都是原厂车 除非某些车经常用来跑这个线上比赛 才会改装一下 后驱车起步还很吃亏的 后驱车起步还很吃亏的 就刚才这个 Mix这个 忘了刹车了 不过这个FXXK直接被我 撞墙上去了 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鱼雷 这一带的画面就非常的粗糙啊 可能是因为整个墨西哥它就是这样的种风格 因为毕竟墨西哥就是沙漠什么的 这一带我感觉画质上比 底平线4要差很多 然后他这一带就是画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他这个抗锯齿 这一带的狗牙比前面的3跟4都要严重非常多 他后期加了TA 然后加了DLSS 可以说更加的糟糕的画面 这种降分辨率提增率的选项我都是关闭的 毕竟他提的帧数对我来说 平均针70针跟80针差别真的是挺小的 好快 开超跑就感觉不一样 这场比赛跑的也就一分半 A到L的话 目前只有这个雷克萨斯了 其他的车都不是很喜欢 然后这是场全新的比赛 从来没有跑过 这游戏发售三年多了 我这还能攒到现在 真是佩服 这些车就看着都比较熟悉多了 刚才开阿波罗的时候那些车我都不认识 然后这一代这个游戏黄色感觉它的饱和度有问题 就非常的淡 现实中我感觉这种黄是非常艳灵的那种黄 但是这个游戏里面 但是这游戏的红色很不错 不知道加了什么奇怪的滤镜 好像是这样的 哦 GTR 帅炸了 前方是辆912 Turbo 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刚开始的时候极其的恶劣效果 它的这个 现在可以看到后面很多车 它这个车窗都是黑色的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后视镜上的车 它那个车窗是不显示的 就里面光秃秃的 也没有人 就 观感特别差 然后不知道它啥时候更新的时候把这个后视镜给改成了黑色 现在还稍微能看了 以前的时候真的是 微软这么大的厂竟然 这么多的问题没有注意到啊 我都怀疑他们整个游戏的生产流程是不是出问题了 好的 前面前面是个GTR 两辆这个日本的顶级 超跑了 对决一下 换到现在来看的话 用这个V6的超级跑车也是非常多的 吓死我这边是终点线 这个游戏的卡顿竟然还有存在的 但单机的卡顿要比现场好很多 线上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它恢复之后你都飞哪去了 单机的话它是卡到原地了 也是从某次更新之后开始出现这个卡顿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修复 经常跑线上看到有人突然 冲了出去 那我多不然知道啊 它游戏卡了 然后准备录的也就是公路赛和几期这个 迷地赛 那个越野赛就不准备录了 越野车开着反正没啥意思 那本节目到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看 喜欢本视频记得点赞 下期见拜拜 拜拜